6. 上海證券部,一周互動精華 2015年7月26日基金互動零測王鵬金博士導師團成員 馬君銀華中正內地資源分級基金經理 姚浩然時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王鵬上海證券部記者遊客 在分級基金整體值價率或日價率很高的時候 存在什麼樣的市場機會 建議什麼樣的操作比較好 馬君,分級基金整體節日價套利是分級基金 兩個指份額價格組合與無基金正值之間價差的套利 指份額在二級市場價格的組合可以認為是 無份額在二級市場的虛擬價格 整體節日價率代表的是分級基金無份額的二級市場虛擬價格 與其單位正值的偏離程度 是投資進行套利的重要指導指標 投資者需密切關注 而分級基金之所以能夠套利 是利用了一、二級市場不同價格形成機制 獲得價差收益 一方面 分額的高槓桿容易吸引投機的投資者交易 價格的較大波動也容易形成一、二級市場的價格差異 另一方面,母子基金具備配對轉換機制 所謂配對轉換 就是按要求的比例 各基金有不同 將分級基金的母基金分拆成穩健份額和進取份額 或將相應份額的兩隻子基金進行搭配合並成母基金 投資者可利用分級基金的配對轉換業務來造值價或日價套利 以銀華深100分級為例 如果銀華裔進和銀華穩進的均價相較母基金正值出現明顯入價 就可以先申求1000份銀華深100分級 然後分拆成500份銀華裔進和500份銀華穩進 然後在二級市場上日價賣出,從而獲取母風險利潤 反之,在二級市場大幅值價的情況下 可以按一、一的比例將手中的銀華裔進與銀華穩進合並成銀華100 然後按正值熟回 但無論是哪種套利方式,都要經歷兩到三個工作日 套利也並不是母風險收益 投資者須注意市場變化帶來的風險 遊客,請問車以從低位大幅反彈 如何看待港股後市、姚浩然 本月爭炒數波動甚大 截至上週五高低波幅達到3622點 最低低至22800點水平 內地股市回穩以及外圍情況轉催明朗後 車大幅反彈至25000點水平 為近期帳幅已存銷,成交量也大幅縮減至1000億港幣以下 市場的樂觀程度已大不如前 回數次在4月前一直受制於25300點至25500點阻力 直至宣布內地公務資金可透過滬港通參與投資港股後 港股財成功突破該重要阻力位 儘管港股目前股值吸引 此2015年市盈率僅11倍 長期而言還是值得投資的市場 但市在資金趨向審慎的情況下 預計短期25500點像成為較大了力位 近期港股已踏入南籌股半年業績期 相信會主宰後市走勢 選股更顯重要 建議投資者選擇業績領利 以及所在行業回軟的股份 遊客、博士你好 我買中庸新基預基金001261有幾個月了 說是打新基金 但是目前還是沒有盈利 請問我還可以繼續持有嗎? 張興監管曾7月4日暫停 IPO之後 以打新為主要策略的公務基金 產品集體面臨轉型挑戰 由於投資於打新基金的投資者風險偏好較低 因此在IPO暫停期間 產品轉型為固定收益類產品的可能性較大 後續仍將主打低風險 不過各指產品的轉型方案並不一致 建議與基金公司溝通了解產品轉型方案後 再結合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 再做下一步安排 濟安甘信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濟安甘信基金評價中心主任黃群航建議 畢竟新股發行已經暫停了 打新基金應考慮選擇性贖回 一般來說 對於基金經理有權益類管理背景的基金 可以考慮繼續持有 對於在混合基金中 中細分類型為保本基金的打新基金不必贖回 對於前期收益率不高的打新基金 對於新股中簽不多的打新基金 對於規模高於50億元的打新基金則贖回 贖回後可以考慮轉投歷史業值出席的債券型基金或貨幣基金 遊客,你好,不知道能否推薦一下重倉軍工板塊的混合基金 黃鵬 6月中旬至今 軍工板塊在全行業中敵覆較深 調整較為充分 行業估值以敵回暴漲前水平 這也為新一輪上漲預留了空間 據統計 從6月15日開始 中信軍工板塊市盈率由估值203倍跌至本州最低的85倍 部分上市公市今年市盈率最低跌至30倍以下 東海證券表示 從政策面和消息面來看 下半年軍工行業催化劑不斷 而本州軍工股的部長也為板塊做好了與熱 目前市場上的軍工基金八成以上都是分級指數基金 重創軍工板塊的混合型基金包括華商新裔產業混合 長信商里混合 二方達國防軍工混合 長城高端裝備混合等基金 最近赴國低碳環保漲的少 跌跌多 是什麽原因造成的 後期是否值得持有 姐姐 黃鵬 截至7月23日 赴國低碳環保今年以來正值上漲143.64% 位居同類基金第一位 更為難得的是 該基金在市場大幅調整的6月份正值緊回撤20% 遠遠低於同類基金水平 二季報數據顯示 基金股票倉位由一季度目的86.97%大幅降低 至二季度目的57.56% 結合其更其表現來看 基金經理擁有較強的擲事能力 在市場大跌前已顯著降低倉位 不過由於基金目前倉位不高 因此在市場上漲航程中漲幅較少 對於普通投資者來說 在牛市中能漲固然重要 但在熊市或震盪市中抗跌 也是衡量一隻基金好壞的重要因素 若投資者已長期穩健持有作為基金的投資策略 不妨繼續持有富國低碳環保 遊客 你好 請問當前要是他底的話 是新扣籃籌基金 指數基金還是中小板基金為好 非常感謝 麻煩說一下理由 王鵬 大盤經過6月的段崖式下跌後 終於迎來連續反彈 並於本週企穩4000點 對於後市走向 從二季度透露觀點可以發現 各大基金投資總監普遍認為經過近期的連續調整之後 A股投資價值開始顯然 而三季度機遇與挑戰並存 投資機會多存在於創新、轉型、改革等領域 在此背景下 正於選股、業績穩健的成長風格基金值得投資者重點關注 此外 也有業內人士認為 此次舊市的資金不論是勸商還是險資 投向都十分清晰 就是滑心300的藍籌成份股 一來這些股的股值相對便宜 也是 A股的價值 在他們的帶動下 基金也會撤換風格 轉投藍籌股 大藍籌未來上漲可期 隨著大藍籌的上漲 也會帶動指數上漲 指數型基金的收益也可預見 與普通基金1.5%的管理費相比 指數型基金的管理費通常只有0.5% 而且薪求費用也低於其他類型的基金 本部記者王鵬整理